我指出了看好中国大厂积极抢进4k 2k的液晶电视市场之下 预估明年4k 2k的电视出货可以上看1600万台 大幅成长8倍以上 反而认为由于4k 2k采用LCD驱动IC目前 液晶电视2到3倍的颗粒数 因此预估了面板还有封测产业 明年的业绩可以因此受惠